不朽凡人 作者 俄氏老五 颇奖 小编C 您水笑 第七十一章 石丹师的狗爬式 让你配个药也要这么久 怎么做的事啊 莫无忌一回到十九号丹师 就再次被一顿大骂 莫无忌也很是无奈 但只能捏着鼻子 第一次配的药材不是很新鲜 我怕有影响 然后又特意回去换了更新鲜的药材过来 不是有句俗话吗 磨刀不误砍柴工 我虽然是个杂役弟子 但是也要竭尽全力 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到最好嘛 这位石丹师抓过莫无忌带给他的药材 根本没去检查什么药材的新鲜不新鲜 倒是随口说道 不错 有点心思 不过若是我炼丹失败 你一样得滚蛋 这混球 果然是喜欢把责任推给别人 炼丹失败 却将责任推给一个跑腿的配药杂役弟子 这也算是一个奇葩了 是大事 您炼丹的时候 我能不能在一边观看呢 直到自己无力抵抗 索性不去在意这石丹师的话 既然失败要滚蛋 还不如厚脸皮提一点要求 就算不成那也无所谓嘛 这完全是因为莫无忌不懂炼丹失的规矩 如果不是丹失提出邀请 主动要求观看丹失炼丹 那是大忌 原本急匆匆要进去炼丹的石丹失忽然停了下来 上下打量了莫无忌好一会儿 这才不是很确定的说 你一个杂役弟子 提出要观看我炼丹 自己都这么邋遢 也不过是个二品人丹失嘛 还敢说他是一个杂役弟子 莫无忌心里很是不爽 但他同样不知道 一个二品人丹失 在宗门的地位是有多么的高贵 莫无忌心里呵呵一声 嘴上却是爽 石丹失 我在家乡有个外号 那就是幸运之星 一般别人做事 我在一旁观看 成功率会提升一倍不止 就是我老家隔壁的炼药师炼药 每次也都把我叫过去 结果他每次炼药成功率都比别人高 石丹失闻言 呵呵一笑 哼 我从未见过有杂役弟子 板子由你这么肥的 好 今天我就让你进来看看 假如我不能成功 你自己从玄剑崖跳下去吧 莫无忌打了个冷战 无痕剑派的第一悬崖 在这个悬崖边上挂上了一柄断剑 听说宗门内最大恶极的弟子都会被丢下悬剑崖 那个我还是不进去了吧 虽说莫无忌用了水溶腾 但谁知道这二品人丹师能不能炼制出宁洛丹呢 这石丹失一看就知道是个本事不行的家伙 可石丹失根本就不等莫无忌再说话 手在莫无忌肩膀上一戴 强大的力量便吸卷过来 就好像是一个吸盘要将莫无忌给吸过去 莫无忌好歹也是脱脉二层的修炼者 在石丹失动手的同时 周身元气转动之间 直接从石丹失那吸盘般的力量中挣脱了出来 随即身形闪动 已经是落在了石丹失数尺之外 你竟然是脱脉三层 不 是脱脉二层的实力 石丹失震惊地看着莫无忌 杂一弟子中不是没有脱脉二层的 脱脉四层同样也有 不过和莫无忌这般年轻的并不多见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莫无忌脱脉二层表现出的反应速度和力量 完全可以媲美脱脉三层 他一个二品人丹失 同时也是一个驻灵二层的修士 尽管刚才是随意抓 连十分之一的力量都没施展出来 但是莫无忌仓促之下还能躲开 这就不简单 莫无忌故作尴尬地笑了笑 我零根自治太长 修炼了四五年才到脱脉二层的 听莫无忌修炼了四五年才到脱脉二层 史丹师总算能够接受了 他点了点头说 也不错了 既然你刚才能躲开我随手一带 那就免了你跳旋剑牙了 进来吧 说完 史丹师先行进入了炼丹室 见对方不再说炼丹失败让自己跳牙 莫无忌总算是松了口气 同时跟随着史丹师进入了炼丹室内 莫无忌是第一次来到炼丹室 走进炼丹室最先看见的是一个丹炉 丹炉有一米多高 直径两尺左右 在丹炉旁边有一个架子 莫无忌看着史丹师将那些药材 统统放在了架子上 除了这些 这炼丹室只有一个石吨 在丹炉的顶端则有一个天窗 史丹师进入炼丹室后 没再说一句话 而是将手中玉牌插入了丹炉旁的一个凹槽之中 然后用力一扳丹炉旁边的一个把手 莫无忌就听到砰的一声 一道蓝汪汪的火焰从地底窜了出来 对炼丹的丹火 莫无忌不是一无所知 丹师炼丹所用的丹火各是各样五花八门 地火就是其中的一种 很显然 石丹师用的就是地火 莫无忌没有多问 他也知道自己没有资格询问任何东西 石丹师能让他站在这儿 已经算是天大的运气了 石丹师任凭火焰灼烧炉底数分钟后 呼的双手不断拍打在炉子边缘 炉盖飞起 随即炉中污垢和灰尘在这几巴掌下直接飞了出来 落在了丹炉之外 石丹师从怀里取出了一个葫芦 将葫芦口向下 不知道了些什么液体进去 莫无忌很想询问这东西是什么 因为他看的丹书上介绍可从未见过炼丹之前还要倒入液体进入丹炉的 不过他还是忍住了 他担心只要一开口 石丹师会立马让他出去 在液体倒入丹炉之后 石丹师又让丹炉烧了足足数分钟 这才将莫无忌领来的药材一一送入了丹炉之中 莫无忌站在一边 根本看不清丹炉里的情况 只知道石丹师不断地调整火焰大小 然后不断地用一把铁铲翻动丹炉中的灵草 看石丹师炼丹 莫无忌没什么赏心悦目的感觉 他只感觉自己看见一个家伙正在炒菜 随着石丹师的不断翻动 莫无忌开始闻到了一出的灵草气味 莫无忌研究植物多年 这种气味一出来 他就闻到了水溶腾的味道 水溶腾的味道和青盐果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显然在其作用 石丹师则目不转睛盯着丹炉之中 一边翻动丹炉中的灵草 一边控制着火焰强度 看他关注的样子 莫无忌就知道 他并没有闻到水溶腾的气味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莫无忌看着汗水从石丹师额上流下 然后这汗水又滴在了地上 但石丹师就好像不知道一样 仍旧全神灌注盯着丹炉中的药材 莫无忌也有些感叹 石丹师能成为一个二品人丹师 凭借的应该不是聪明才智 也不是天生炼丹的材料 而是因为他这种专注和炼丹时的心无旁我 虽然莫无忌没有见过别的丹师 他依然对石丹师炼丹的动作和姿态表示不敢恭维 这种炼丹姿态实在是太差劲了 就好像游泳一样 各种各样的花式游泳他都不会 只会那狗爬式 足足一个多小时过去 石丹师忽然用双手用力拍打在丹炉边缘 一块块黑乎乎的东西从丹炉中飞了出来 这应该算是丹渣了 莫无忌根本不用检查 他只用鼻子嗅嗅就知道 这些丹渣里还蕴含着许多的灵药成分 也就是说 这石丹师排出的丹渣远远没有提纯干净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